教典三核酸 核酸的发现 1869年瑞士科学家米歇尔 从病人化膿的伤口中发现 细胞核内含有一种 富含磷但无瘤的酸性物质 其性质与蛋白是不同 后人称此物质为核酸 德国科学家福尔根研发特殊的染色法 福尔根染色法可将DNA染成红色 因此细胞核呈现红色 证明增核细胞内存在两种不同的核酸 即DNA与RNA 核酸的化学组成 核酸包括DNA去氧核酸核酸 与RNA核酸核酸 DNA是细带遗传讯息的分子 RNA则可传递DNA上的遗传讯息 并参与蛋白质的合成 核酸是由许多核甘酸聚合而成 核甘酸是由含氮碱基 五碳糖和磷酸基所构成 构成DNA的核甘酸其所含的五碳糖为去氧核糖 构成RNA的核甘酸其所含的五碳糖为核糖 含氮碱基可分为飘磷和密钉两类 DNA的含氮碱基有线飘磷A 鸟粪飘磷G 包密钉C 胸线密钉T四种 RNA的含氮碱基有线飘磷A 鸟粪飘磷G 包密钉C 鸟密钉U四种 DNA与RNA的比较 DNA的五碳糖为去氧核糖 RNA的五碳糖为核糖 DNA的含氮碱基有线飘磷A 鸟粪飘磷G 包密钉C 胸线密钉T四种 RNA的含氮碱基有线飘磷A 鸟粪飘磷G 包密钉C 鸟密钉U四种 DNA的结构是双骨螺旋 RNA结构是单骨 DNA的功能是进行转入合成RNA RNA的功能是进行转移合成蛋白质 DNA主要分布于细胞核内的染色体 细胞质中的粒线体和叶氯体也具有DNA RNA主要分布于细胞质中 核糖体具有RNA 细胞核中的核人也具有RNA DNA主要分布于细胞质中 DeNA of term的细胞质は mic overnight 可以使用神叻